辽宁荣山羊 国宝级别的羊品种 一身绒毛被称为软黄金 秀妍容山羊从村栏量五六十万只 两年前骤降到十几万只 如今养殖户又重拾养殖热情 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新民市王家港村来了个年轻的女书记 从质疑到认可都经历哪些事 同样是种西红柿 如何省时省利还多赚钱 一个苹果卖十几块钱 走高端市场 迎合市场需求 孙大哥的苹果真是与众不同 立足新三笼提供新福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 大伙早上好 我是主持人大明卖国号 提起辽宁荣山羊 响当当的国宝级品牌 浑身都是宝 一只羊能给乡亲们带来两份收益 秀岩县的黄花店镇 自古就有养殖荣山羊的传统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他叫王继 特意从黑龙江加木斯来到这儿 考察荣山羊的项目 王继第一次见到荣山羊 就有种说不出的喜爱 荣山羊的绒毛非常厚实 包裹在荣山羊的身上 就显得它们圆滚滚的 非常可爱 王大伟是秀岩满足自治县 黄花店镇大威子村的村民 他从十几岁的时候 就跟荣山羊打交道了 在九几年的时候 我们家我父亲呢 就是搞羊绒剩下的 然后你那时候 羊绒在国家 可以讲它是软黄金 父亲一直搞这个 搞这个的时候 我们本地当时荣山羊非常多 然后那时候 对荣山羊就感觉 这东西之前 羊肉也好吃 当时就是感觉是这种印象 荣山羊的羊绒细而柔软 颜色洁白如玉 光泽明亮 手感光滑细腻 用它纺织出来的产品 又薄又轻 还很暖和 被大家誉为纤维宝石和软黄金 畅销全球 这个荣啊 非常细 应该能达到15微米左右 但是你这15微米 这个荣是空性的 所以说你 它之前就之前在这个地方 这些是有 6000斤左右吧 三顿 这就是自己家羊绒 搅下来的 之前的时候应该在90万左右 但是现在能卖70万左右吧 辽宁荣山羊是我国珍贵的产荣山羊品种 在绒毛品质 产荣量等方面 居世界同类品先进 还被誉为中华国宝 一个羊出绒 平均应该是在二斤 六两到二斤七八两 好点三斤多 羊绒一百多一点一斤 因为近年疫情影响 价格能稍微掉一点 以前我们一斤羊绒 能卖150块钱一斤 一只羊 光身上的绒毛 就能卖上300元左右 而荣山羊又是 绒肉兼得的品种 王大伟能在荣山羊身上赚到两份钱 我们四个月的时候 应该能养到85斤以上吧 现在羊肉价格比较高 羊肉要是说卖活羊的话 我们卖活羊的话 应该在20块钱以上一斤 荣山羊大多分布在辽宁的东南部山区 而秀妍养殖荣山羊的历史很悠久 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让这里的荣山羊品质更好 再有两个月 王大伟的这批荣山羊就要出栏了 这些呆萌可爱的小羊 又会给他带来一大笔收入 王大伟在2005年开始养殖荣山羊 当时一只荣山羊能挣100多块钱 利润还算可观 可没几年 王大伟就干不下去了 一些玉米结杆 然后苹果榨是 反正能把它喂它不死就行 但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由于价格影响 你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 这个剩余我就已经不干了 养殖模式落后 价钱下跌 荣山羊已经不能再给王大伟 带来好笑意了 羊出栏这天呢 感觉这羊要拉走了 吸力可不是这味 有的时候都流眼泪 虽然王大伟把荣山羊都卖掉了 但是内心一直对他们念念不忘 2018年3月份 黄花电镇来了两个人 养羊这事啊 出现了转机 他叫王派 是辽宁科技大学派驻到 黄花电镇的党委第一副书记 他叫赵岩 是辽宁师范大学派驻到 沙港村的第一书记 怎么能让乡亲们 重拾养羊的信心呢 首先就要打破 当地养殖的老模式 两位书记多次前往 河北等地学习技术 最终确定要把原来散养的模式 改为圈养 我们建这个羊上呢 是按照这个标准化的 这个羊舍建的 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们这个顶房啊 都是采用的是采钢板 这样的话呢 一个是它可以起到一个 保温的这样一个作用 中间的那个呢 是这个可以透光 可以保证这个羊 这个羊舍里边的这个温度 还有这个亮度 然后另外一个呢 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个黑颜色的这个管啊 是我们这个 整个羊舍这个喷林系统 这个喷林系统有什么作用呢 第一个呢就是消毒 第二个呢就是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呢 我们用来给这个羊啊 降温洗澡 为了能科学的养殖荣山羊 他们向农业大学的老师们请教 配比营养丰富的饲料 在我们学院当地啊 有很多很多这种花生结杆 这种花生结杆的营养 要比这个玉米结杆的营养要高 然后羊呢也特别爱吃 吃完之后呢 它能给羊提供很多的这个营养成分 羊的生长呢也比较快 然后这里边呢 还有一种呢就是豆皮 其实羊在不同的这样一个阶段呢 它喂的饲料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根据羊的这个状态 还有它的生产周 生长的这个周期来进行这个自主的 进行这种饲料的这样一个配比 就在他们觉得一切准备就绪 信心满满的时候 有着多年养羊经验的老把势 却并不看好 有什么你现在食料价钱够了 晚上那个正中假设 达不到他们考察这个这个技术的话 那你就赚不着就赚不着钱了 果然他们第一批饰养的荣山羊 就出了岔子 有的就是刚到圈里面 他们以前放养惯了 刚抓回来的小羊苗 然后回到被圈到圈里边的 一个是不吃食 可能它会连续几天不怎么吃食 也就是说我们给他们科学配比的 这些个喂养的这些饲料草料 他们不怎么太适应 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有时候也是 这个胃肠不是特别适应的时候 我们没有及时发现 然后也有一定的掉头率 荣山羊生性好动又是爬山小能手 冷不丁的被卷起来出现了应激反应 这可愁坏了两位书记 为了尽快琢磨出对策 俩人就一头扎进了羊圈里 从羊的饮食到排便 他们都摸得门清 我们那个时候应该说既有好奇 也有兴奋 然后这种每天都感觉 有很多用不完的劲儿 就在这些事上 所以当时我们每天需要做的事 就是观察这个羊 根据羊的状态 怎么再调整下午喂它的这个草料 所以说就是当时也没有想太多 就觉得这个羊一天一天 看着它们那种状态在变好 包括看着它们这个体重在增高 增大 然后个头在变大 这个过程还是比较一个 有成就感的一个过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两位书记的圈养心模式成功了 从2018年5月份到现在 荣山羊已经成功圈养了5个周期 养殖荣山羊的周期为四个半月 一年可以养殖两个周期 也就是这前两个周期 让王大伟挣了个盆满钵满 十里八村乡亲们的养殖热情 也就跟着回来了 头一批都养了200多只 反正一只养就300多块钱 挣600来块钱 67万块钱 今年又扩大规模了 又养殖的养水 又扩大规模了 又养400多只 一看养殖规模又扩大以后 媳妇也不出于打工了 也就跟回来给我养殖 养的养的 我上查的利润是养的是110天 然后除蓝平均没这羊 涨的是40亿斤 然后卖完我自己去卖的 卖完之后 算这样能10万到11万吧 一年就是我自己的话 弄的300个羊 我不用上外面打工了 我一个 一年我再不挣不挣 十七八万我也能挣 是不是 相当于原来我们家四口人的劳动力 两年的时间 原来逐渐减少的荣山羊 在黄花店镇又多起来了 原来外出打工的乡亲们也都回来 镇里通过养殖荣山羊致富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对于这两位杨书记 也是说不出的感激 你看我们整个崴这村不是我这一家 有多少家 最少是300只羊 现在堕的有一千多只 全是他们带动的 做每一件事非常细腻 而且做出来的每一件事都是那种无私 也不需要我不需要名利 我们事举神性 对这种绣炎线 对荣山羊这种饰氧模式的更新 也继续充成肯定 上级也可能要对这一块进一步关注 或许要下面一份之际 鼓励我们修园继续发展这种 荣山羊倦养事业 新一批的荣山羊就要出来了 赵岩和王派又有了新的任务 他们要为乡亲们开拓出更大的市场 就是我们来这儿应该是承担了 一定的这种历史责任 可能更多的觉得 我是带着责任来的 我当然也要好一好的完成这份任务 这份责任 尽到这份责任 我才可以走 我们可能扶贫的时间 或者工作的时间可能就是三年 但是作为我们这些扶贫干部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都有一种 就是工程不必在我的这样一种心态 因为我们是一批 我们的下一批可能还会来 就是一批一批的把这件事给做好 现在两位洋书记已经把路子摊开了 成功的模式在十里八村 一家一家的复制着 以让更多的乡亲们重新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接下来呢 三黑主力要说一位第一书记 女第一书记 两年前呢 她带着简单的行 离开了沈阳 开始自己的住村生活 那她的住村生活 都发生哪些事呢 乡亲们是否接受她呢 能不能适应村里的生活呢 咱们一起去看看 在沈阳新民市的法哈牛镇 有一个距离镇上最远的小村子 名叫王家港村 村里有382户 1286人 大部分都种植暖棚蔬菜 2018年的4月份 一个城里人的到来 打破了王家港村原有的宁静 大家说的这个人 就是沈阳市建设局 选派到王家港村的第一书记 孟祥南 出来乍到 大伙对她并没有抱任何希望 而孟祥南呢 对这个小村子更是感觉陌生 唯一的进村路坑坑洼洼 最近的车站在五公里之外 村部大院没有围墙 村里没有路灯 第一印象就是两个字 荒凉 当我第一次站在王家港村部的时候 我是很诧异和也很茫然 没想过离沈阳这么近的地方 还有这个样子的 这个农村的现状 是我印象中十年前的样子 和村民们想的一样 在城里待惯了的孟祥南 对农村生活确实陌生 就连清扫村部用的水都不会打 一桶水全倒完了也没压出来 你得是边倒边在这压 把空气排出去 这样一点一点 还没开始具体的工作 孟祥南的身体就报警了 因为营养不良 免疫力低下 得了玫瑰抗疹和急性肠胃炎 一个月的时间进了两次医院 一个是面对生活习惯 再加上工作的压力 在村里也没有说吃饭的地方 饭店买个东西都飞进 那个时候蔬菜水果 这些是严重的匮乏 经常吃的可能就是方便面的面包 然后再睡眠也不好 身体这个机能就急剧的下降 这可真是应了村民们的猜想 一个城里来的小丫头 什么都干不了 但是孟祥南没打退堂鼓 而是咬牙挺住了 所有需要花钱雇人干的活 他都带领村民自己动手 天洋消水这个资金问题 雇不了洒水车 自己想的办法 铺车上面套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黑色塑料袋 然后往这里这个注水 在这后面又插了两个管 就这个三公里沿路去浇水 回回间又人来立路灯 我们这路灯是8米的 这个也没有当车吗 没有 就是自己立进来的 对 村民们盼了好几年的路 终于修好了 村里的棚菜也涨了价钱 400多栋暖棚 一年至少增收200万元 这几年水果西红柿的行情好 村民下例 想在10月份订苗前 扩建几栋大棚 但是申请两年无息贷款的手续复杂 一直也没办下来 孟祥子到了以后 我帮我们跑了好几次 用它休息时间来回跑到我们上级去协调 最后我终于带来 没有影响我们生产建设 从2018年到现在 平静的王家港村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新建了村部围墙 获赠1500册新书 新修硬化路面4万多平 安装太阳能路灯172盏 灾数600多颗 利用农贤的时间召开全民座谈 解决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两年过去了 王家港村的收入增加了 就连人心都团结了 今年年初 群村老少捐款筹集了将近5万块钱 把一个村民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趴上得哦 扒了多月 牙筹都要死了 去人了 他扒多早人了 说不应把这人拉走吧 说火化去吧 谁扒了我根本不动在身子里都已经凉了 张发路骑摩托车拐弯的时候 不小心摔倒 磕到了后脑 虽然表面上没什么事 但是炉内一直在慢性脑溢血 几天后昏迷不醒 本就困难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孟祥男和村民们一起 把张发路送到了医院做了手术 经过三个月的休养 现在的张发路已经恢复正常 也能在大棚里干活了 怎么说呢 我回来是往往村里村民 村民的灵魂网站 还有阿门的地位处理 蒙处理把我命救了 我感谢他们 开个激动压的份儿下了 人家变化觉得 要告诉头几年之前 哪有他有他管他 各个事我把各个事干好得了 现在不见了 人家的精神面貌也变化了 过去的王家港村 不仅村容村貌荒凉 就连人心都是松散的 孟祥男就像个拓荒者 改善了村里的基础设施 凝聚了人心 大家对他的看法也有了改变 虽然得到了村里的认可 但是孟祥男觉得 他特别对不起一个人 他有时候会说 说妈妈 我特别羡慕你们王家港人 王家会说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那时候刚学造句 第一个词是得意 他造的是 全班救我妈妈 是第一书记 我很得意 第二下面 紧接着下面那词是伤心 他又是用我造的句说 自从我妈妈当了第一书记之后 一直工作 从来也不陪我 我也很伤心 一个女人 吃不好 睡不好 面对全村人的不信任 这些都没有让他掉过眼泪 但是谈起孩子 还是红了眼眶 孟祥男没有特别的资源和能力 靠的就是执着的信念 他要对自己有个交代 对王家港村的村民 有个交代 我们村里吧 有千百个劳动力 如果思想不统一 那就是千百个挑剔的嘴 如果有了凝聚力 那么就是千百个能够创造 美好财富的手 如今 这个法哈牛镇最偏远的小村子 不再平静 而是热闹了起来 邻里相亲之间 也多了几分人情味 就像村部墙上的这幅画 每个村民都是一个小齿轮 构成王家港 这个大齿轮 小齿轮都转起来 大齿轮 才能转得更快 而这也是新时代的王家港精神 大伙儿早上好 欢迎收看由锦诺6A 冠名播出的坦天说地 我是一桐 今天是农历10月22 那今天咱们全省的天气呢 都是以情为主的 部分地区会有多云 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 白天的最高气温 在零下1度到6度之间 夜间的最低温度 在零下13度到3度左右 除了部分山区 省内大部最高气温呢 可顺利回到零度以上了 天清气爽 还有暖阳相伴 这样的周末 已是严冬难见了 了解过了天气 咱们来看看 什么好的玉米品种 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下面我给大家摆一个昆瑞52的棒子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梁子怎么样 来 大家看 棒子特别大 特别长 摆开看看 大家看看 这个指令深度特别深 它比正常的玉米指令 都要深一些 轴 很细 宽板凉 深马尺 然后我戳一下粒看看 来 大家看一下 看它里边 金颤颤的啊 在这个玉米的里边 胶纸含量特别高 看 这就是为什么 昆瑞52产量特别高的原因 因为它指令特别深 溶动特别高 特别压秤 好种 我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个啊 抗导服能力非常强 而且广式能力非常好的 一个品种 叫沈农大L570 沈农大L570啊 它的珠高呢 和岁位呢 都非常矮 正常的年仅的珠高呢 在2米4到2米5左右 它的岁位呢 在1米左右 它是一个矮杆 大帮的一个品种 像咱们今年 20年呢 遭遇了几场台风 但是呢 台风过后呢 沈农大L570呢 很少有出现导服的情况 证明呢 这个品种呢 它的抗导服能力非常好 而且呢 咱们说沈农大L570呢 非常的广式 每个品种 它都有它自己 适应的一个地区 一个积分带 咱们沈农大L570呢 像咱们辽宁省 大部分地区 它都可以正常一个种植 咱们呢 只要说 注意一个是什么呢 播种时间 还有一个就是 播种的密度 要了解这个品种 选择合适的播种时期 还有合适的密度 这样呢 咱们才能做到 丰产丰收 给大家推荐一个 2020年最新审定的 一个品种 它就是 H3.5 它主要的特点呢 就是 绒重 非常高 子力的脚指度 特别好 它的绒重呢 正常国际加绒重 是每升 720克 但是咱们这个 H3.5呢 它的每升绒重 可以达到824克 远远超出了 咱们国家一等粮 咱们这个粮指好 秋收的时候呢 一方面是高产 再有一方面呢 卖粮呢 不用愁 而且卖价 也要比别人高 播种期间 一定呢 要适当的晚播 我们像辽南地区呢 在5月15号以后播种 我们建议啊 播种密度在3100周 其他地区啊 像辽宁的北部和西部的情况下 我们高水培地块呢 可以适当的增加密度 现在我给大家 我介绍一个 明治好抗产牆的 一个玉米新品种 士兵1805 士兵1805 是在2020年 最新审定的玉米新品种 首先它的生育期 是在127天 它的油耗机温呢 是在2650到2750度左右 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 都可以种植 包括内蒙的大部分地区 还有吉林的大部分地区 都可以种植 轴系立身 米之好 果翅均匀 不出间 这就是士兵1805的优点 辽南地区呢 是从5月10号到20号 这个期间种植 是最为适宜的 辽北呢 是从5月10号到15号 辽东呢 是从5亿左右 这个期间种植 是最为适宜的 还有呢 它的种植密度 是在3500到3800株就可以 我们在打出草剂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 尽可量的打苗后出草剂 因为打苗前出草剂啊 我们掌握不好这个时间 有很多乡亲的打电话 说受到这个要害 所以说呢 我建议大家伙 打苗后出草剂 这样呢 能更好地保证它的出苗 这是咱家地 这是咱们这品种 苏大哥你这地汗够像啊 这地方七十多天都没下雨啊 今年朝阳太干旱了 这说实在的六七十天没下雨 今年结果这么难了 就是太旱 前期太旱 咱这品种呢 你现在看苗还能够打到满节 苗稍微看着是稍微小点 小点也行了 这山顶你看那树啥的 头一年这都是树 都有树啥的 这都开些荒 这些年种的地 一亩地能应当打个六七百斤 七八百斤准长 像邻居家的地也就是一二百斤吧 咱们今年在这种情况下 咱这个品种还能打个七百百斤 你感觉咱这品种还满意不 那相当满意了 这个年头基本上就是说 凡是不绝熟 一般比种别的品种 那个不绝熟也差不多少了 咱们大家能看到咱们苏大哥这块地 在这么干旱的年头 果树风景性也特别好 而且果树非常均匀 虽然说产量是不肯定跟往年是比不了 但是一亩地打个六七百斤 咱们在本家回来的同时还能有点收入 所以说咱们聊起地区的种植户 可以放心到种植 玉米分等级收 这品质越好卖价越高 这是硬道理 咱们跟记者看一看 哪个品种的玉米品质更好 葫芦岛市南票区的刘凤春和王志慧 今年种的玉米品种都是沈农大DSE 记者在回访的时候 两位老乡都反映了 这个品种的米质特别好 半身 有份量 啊 米质呢 啊 米质种 收莲给了个羊 我们哪年都是那孩子都抢着呢 只能找他高一分钱 他要是卖帮忙糊 咱们都卖帮忙了 他不倒糊 抗汗完了是 他的抗冲斩 今年年头前起汗 就拿现在来羊 你们看这羊都不倒糊 咱们你种别的品种 现在也都干七八个月了 有点焦黄的 丑子透亮的 这半不利 沈农大DSE的粮子是非常好的 是一个纯胶质粮的 它的百里重能达到43到45克 它的容重能达到884 国家收粮标准是7202 但是咱们这个已经达到了884 超出国家收一等粮的标准很多 所以说就是沈农大DSE的粮子 是一个纯胶质粮 而且非常好卖粮的一个品种 本期地头测评推荐 沈农大DSE 沈农大DSE属于子根子杆品种 小母保苗3500到3700株 生育期127天 磅长23到25厘米 达到国家一等粮标准 地薄 保肥保水能力差的地方应适当吸植 地块较好的地方可以适当密植 微信小程序 聊试黑大集上 有咱们给乡亲们严选的玉米种子 哈达山化肥 我们在节目中也会陆续介绍 每个品种的地头表现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万玉6608 在领海的表现怎么样 来到锦州领海市 鱼姬镇石佛村 我们看到道边的玉米 都占得齐沙沙的 据收肯定是没问题了 这个品种吧 相对比酒吧 比别的还都挺好 它税位都正整齐 机器收割呢 它也不浪费 它招的那些 相对较少 你家这附近有岛的吗 也有岛的 进口岛的机器捡不下来的 人工收 挺费劲的 这玩意儿 那是不是人工也贵呀 人工也贵 雇人也贵不起 那机器收 那要是十亩八亩的 有半天就找找楼里出来 要人收一天两天 那整不完呢 万玉6608是技术员给李大姐推荐的新品种 不光适合机收 米质还格外好呢 万玉6608 它这两指是非常好的 百力重是在45克左右 它的那个溶动是在886 咱们可以看这个米纸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棒拌完之后 咱可以看一下这个子粒 它这个子粒是非常宽大的 而且轴是非常细的 老百姓爱重 而且它卖两个手也不愁卖 咱们这个凉贩子也非常喜欢收这样的品种 它的脱水特别快 在干旱的时候已经就可以达到26到28个手左右 哦 凉是干呢 它就给我钱少 我也不满意给它呀 能比平时多卖多少钱 对对对 多卖一个一分二分的 本期地头测评推荐万玉6608 万玉6608的碎行数在16到18行左右 磅长一般在23到25厘米左右 猪高矮 岁位低 子根子杆品种 生育期一般在127天 小木宝苗在3500到3800猪左右 地薄 饱肥 饱水能力差的地方应适当吸植 地块较好的地方可适当密植 采用大冷双行的地块也可适当增加密度 在水阳市渔红区马三夹子镇拉马台村 有不少常年种西红柿的农户 王兴扣大鹏种西红柿已经有十多年了 这段时间啊 他对收入格外满意 同样是西红柿 他家可比别人家贵了不牢少 普通是也就是两块吧 大概也就两块钱嘛 这三块钱 差一块钱 种西红柿并不难 但王兴的种植方式可挺先进 有啥特别的呢 原来啊 他不仅是更换了新品种 还引进了新技术 一行一代 这上有眼你看着 这上有个小眼 这块还有小眼 十公分一个 这上一个 看了就多上点 就漏了 要是行了就少上点 要低肥的时候 你看这地太湿了 地鹰肥就拉倒 这上肥也省进 我们两口整八棚六目地 这最大的好处就是 这是产量高 你要是想一样的省进 安安地惯 肥也好上 水也好上 你该干活干活 有人可能要问了 这一行一代看起来也没啥特别的呀 到底能起啥作用呢 原来属于是大罐 就是属于就是这么粗的管子吧 就是拽一个勾一勾的 就是上满了 晚点之后在我里倒肥 那个就咱们比方说 就像这个一个六七十米米坪的吧 最低得上三个点 只四个点 你等现在也就是 你讲话的 使用传统的种植技术 两个人最多只能管理两个棚 可采用了一行一代的先进技术之后 两个人最多能照看六亩地 既节省了成本 还提高了作物的品质 这项技术我们叫摄氏蔬菜 特别是这个茄果类蔬菜的 一行一代栽培技术 以前我们农民习惯于搞大水大肥 就是可地灌 这样浪费水 同时因为大棚还捂着 你一上水 这个地面有水 这个水分正发 棚里势度大 并于一字称 那来并了 农民咋办呢 就得大样 但是我们农过一条地关带以后 水肥量明显减少 同时呢 它就在直接是你根部续续 我就让你根部 节省水被要 冰川也清 我们就是品质和口感就上来了 一行一代的种植模式将水和作物需要的养分 均匀而且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的土壤当中 蒸发损失小 省水 省肥 省药 还省食省力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轻轻松松种地 安安稳稳赚钱 如今越来越多的种植户 体会到了科学种地的重要性 绿色高效栽培技术的推广 也让更多的农户走上了富裕路 瓦房店产苹果 种植苹果的果农也很多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与众不同的种植户 它的目光放在了高端市场 打造精品苹果 这高端市场的苹果生意怎么做呢 它又靠什么能站稳脚跟 闯进高端市场 咱这苹果形态啊 市场上是卖不到的 跟记者说这话的 是大连的苹果种植户孙家栋 这话说的够牛吧 为啥这么牛呢 咱先来看一个小实验 这个苹果是上午九点钟 在记者面前掰开的 自然存放 您猜猜七个小时之后 会是什么样呢 现在是下午四点 咱这苹果现在已经发了七个小时 七个小时了 来 咱俩看看变化 养不养化 没有变化 这就是 这变 红语就是糖 糖 转化的糖 不是氧化 不是氧化 它是糖出来了 因为咱们的糖度大 基本上还是原样 还是原样 孙大哥说了 这个苹果就是放成了苹果干 它也不会氧化 那这不氧化的苹果 又是怎么种出来的呢 它氧化是什么的 因为咱们的地下喂的东西 全是油脊质 地下全喂油脊肥 菌肥 酵素 零子素 光伏蒜 树和人一样 它需要什么 微量元素 这个测度配放 咱们配置什么 各种微量元素 盖了 信了 棚这些东西 要夹到土 要夹到土里 咱们也是个科学地区管理 树犬什么东西 咱们给它用什么东西 谈到种植 孙大哥是底气十足 这些年 他重金投入土壤改良 有了好土壤 才能种出好苹果 这就是孙大哥 种植苹果的理念 想拿出这种苹果 得几年以后才能拿出来 它不是一天 就能拿出来 不是一年 两年的问题 这需要几年才能拿出这个 像你这种土籽培养 大约得需要多少 大约最少都五年以上 花销大 耗时长 可孙大哥偏偏就要这么做 他想要种出与众不同的好苹果 孙大哥反对给果树打各种药 不但影响苹果的品质 还破坏土壤 不用药 这病虫害拿什么方式呢 树健康了 病虫害也少了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个咱们采用的是生活防治 你包括像吃牙缝 晚上还有咱们那个 太阳灯撒通灯 那个晚上 灯亮以后 把这虫子全撒死 吃牙缝是什么的 当产生的野充来 吃牙缝就会把它吃掉 不打药的苹果没有药残 可以保证苹果是绿色的健康的 而在采收上 孙大哥也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就是采收的世界 咱们对苹果做到了 真正的成熟采摘 这个爽达三次 爽达以后的苹果呢 是经过什么的 白天的高温 晚上的低温 咱们要的苹果是要糖线 就苹果上上糖 就是那个苹果掰开以后 人们有糖线 这个苹果是最佳的 苹果采收期 比别人家的晚了一个月 经过双达的苹果 甜度高 果皮薄 果肉脆 这口感就比普通的苹果 好吃的多了 好品质的苹果种出来了 销售上 孙大哥走的 也不是寻常路 贵很多 咱们大致是令个儿买的 每个苹果 就是有的一个苹果 是一二块钱 有十几块钱 有八九块钱一个的 有六几块钱一个 它根据它的大小 大小不一样 普通的包装 论个儿卖苹果 孙大哥瞄准的是全国高端苹果的市场 它要打造苹果中的精品 真正的精品苹果 就是拿出以后 第一个形要好 第二个色要好 第三个品相要好 口感不用说了 因为咱俩口感品都是一样的 但是绝对不应有一点点瑕疵 就这个苹果 真的咱说以后 连一个小点点都不准有 这个苹果 就是拿出以看 就是特别舒服 看就像食欲 孙大哥的苹果品质好 对消费者一点也不糊弄 在行业内口碑相传 前来采购的高端客商 也是络绎不绝 我全国一跑了很多基地 我觉得孙总 这个从国民的品质到稳定性 在中国的苹果界来讲 算是比较好的 那这次来我们要采购多少 大概有四十万斤左右 四十万斤 对四十万斤 对对对 量够大的了 对对对 因为它的品质是足够好 现在正是苹果上市的高峰期 每天通过网络订购 孙大哥精品苹果的客户 就有几百单 孙大哥的高端苹果 已经销售到了全国三十多个省 几乎覆盖了全国 靠高品质的苹果 精挑细选的态度 孙大哥打造的精品苹果 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知名品牌 好了 乡亲们 今天黑土地的全部内容 就是这样了 听大家伙大风车继续出发 现场是好种好肥 配专家贴身讲解 您家的地方啥样 今天收成怎么样 明年种什么 合适 请不吝点赛 floor 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